卡冰枪,吉马枪,吉枪,它是枪管比普通步枪短,子弹处处略低,射程略见的较轻变的步枪,卡冰枪的名称来源于英文卡版的一音,卡冰枪,吉奇兵步枪, 卡冰枪源于15世纪墨西班牙骑兵所使用的一种短步枪,当时西班牙把骑兵叫做卡冰因为卡冰,卡冰枪由此而得名,俄国也在14世纪,墨西制造过一种短小型火神枪,就以具有滑糖卡冰枪的雏形。 在许多的情况下,卡冰枪只是同型普通步枪的缩短型,原先卡冰枪主要是供骑兵和炮兵装备使用。 在其兵舰被淘汰后,他也曾作为特种部队,军事和下级军官的基本武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由于轻型自动步枪和微型冲锋枪的发展,卡冰枪已渐渐失去其作为独立种类武器装备存在的必要。 卡冰枪实际上归类属于步枪,它一般采用与标准步枪相同的机构,只是截等了枪管,是一种枪管较短,质量较轻的步枪,有人给它下了个简单定义,短步枪,至于卡冰枪的枪管有多短,多数词点认为不超过558.8毫米。 据英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记载,这种枪全长914毫米,质量不超过2.7千克,卡冰枪与冲锋枪使用不同的弹药,卡冰枪与冲锋枪具有相同的优点,短而轻,机动性好,两者相比重要区别在于冲锋枪火力密集,但由于发射手枪弹,威力较小,射程较劲,而卡冰枪属于步枪类, 使用的弹药与使用手枪弹的冲锋枪不同,在威力和射程上优于冲锋枪。 美国的M1卡冰枪使用的枪弹,虽然,不同于美军的7.62乘以63毫米标准步枪弹,是7.62乘以33毫米的源头弹,虽然弹头造型很像手枪弹,但是这种弹药威力比手枪弹大,清澈效果比手枪弹强,有效射程更远, 历史德国1898年是毛色步枪认识以后,1930年代出现了一种缩断了枪管的改型枪,卡冰枪,型号为Cardel 8K毛色步枪,它是德文Crabina卡冰枪的简称, 不过该枪全长,由1898年式的1.25米,缩短为1.1米,枪管长度也由600毫米,19世纪末的标准步枪长度在1.25米左右。 在20世纪初由英国出产的李恩斐尔德短步枪首创了一种短步枪的概念,全枪长度由于是步枪全长,1.25米缩短为1.1米,准确的说这类短步枪全枪长度介于传统的长步枪与卡冰枪之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卡冰枪的发展空前活跃,M1卡冰枪是枪械历史上,按照公认的卡冰枪定义设计及到量生产一种专门的卡冰枪,原本是美军为二线部队提供一种,用于替代制式手枪的自威武器,美军提出的具体战术技术质标要求是,质量小于2.5千克,取代手枪和冲锋枪作为军事,基层军官或机枪手。 刨手,同性兵或二线人员使用的基本武器,于1941年10月正式定型,并命名为M0.30英寸,7.62毫米卡冰枪。 此外,还有苏联出产的1943年是西蒙诺夫半自动卡冰枪,在现代的战争中,常规的自制步枪无法满足一些兵种的单兵战斗的作战需要,所以必须开发出机动型。 和特种作战性更好的卡冰枪,现今的各种卡冰枪都是在原型标准步枪的基础上定型的,卡冰枪和原型的标准步枪用的也是同样的弹药,这在后勤保障上是很重要的。 比如M16和M4,用的弹药都是被约标准的5.56乘以45毫米枪弹,两者的许多零部件和互相通用,大大方便了后勤供应和维护保养。 德国的D36自动步枪中心衍生出了卡冰枪型D36K,它们之间的弹药也是通用的,由于采容步枪盘以及枪管过的造成的原因,存在枪口烟大和制退效果不好的现象。 M4卡冰枪是M16A2的变形枪,1991年3月正式定型。 首先装备D82空枪是,用于替换M16A2自动步枪、M3冲锋枪,以及车辆驾驶员选用的M16ALA2步枪和某些9毫米手枪、M4卡冰枪的基本结构与M16A2相同。 深受美国反兵和特种作战部队以及分队指挥员等其他飞翼线作战部兵的军事人员的钟爱,即便是治安警察,也是他为可以信赖的伙伴。 此文章《外亲机的小伙伴》原创,特此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